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收看SI卡爱车区 我们终于试驾到了 这个全新第二代大改款的Lexus NX 我们现在在日月谈不过稍微有点下雨 我觉得这个景蛮漂亮的 所以就在这边帮大家试驾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就是这一次在第二代NX的大改款 其实改了很多地方 全新GAK的底盘 当然全新的外观 然后在动力部分呢 也变成了五种 这个也是算台湾独有 因为原本的入门的NX200是 台湾是没有要卖 应该讲说全世界都没有要提供 这样的引擎动力规格 但是NX200在台湾卖的特别好 所以呢 我觉得总代理核台也非常的佛心 有考虑到消费者的一个需求 所以还是有跟这个日本Lexus 有积极的争取 所以呢 在明年 应该在Q1 NX200就会进来 那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再帮大家试驾一下 另外就是在主安的部分 LSS Plus 3.0也进化了 那包含了有些配备 我们等一下可以来介绍 还有包含在整个车身的尺码 车长 车高 车宽 跟轴距等等也同步的放大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售价 总共有五种动力规格 跟十个款式 那入门一样是NX200 精英版是从163万起跳 另外上去的就173 189 199 到F Sport 就是2.4涡轮那一颗 再加上巴素的手制排编书箱 它的售价是249万 另外在油电版的部分呢 油电总共有三款 插电式油电总共有两款 那售价从199万起跳 到我们今天运气比较好 我们抽到了这个450H Plus的插电式油电 而且是F Sport版本 全部NX的一个顶规 它的售价来到273万 在外观部分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车身尺码 我刚刚讲其实在车宽 车高 车长 轴距同步都有放大 车长来到了4660 增加了20mm 那重点是轴距 因为轴距跟车内的空间有息息相关 来到了2690 比上一代增加了30mm 好 那这一次在这个整个车头 我觉得特别是头灯的部分 原本上一代NX是有一个 键型的一个LED 跟大灯是分离的 它在大灯的下方 这一次跟大灯整合在一起了 而且我们今天因为试驾是顶规 它是搭载的这个所谓三眼式的LED 然后在水箱护照的部分呢 我先讲颜色好了 这个颜色是F Sport专属 这个蓝 那这个蓝色呢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很好看啊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别的颜色 那当然另外 因为F Sport版本 所以它有搭载一些比较运动化的套件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车身比较偏黑色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F Sport套件 比如说黑化的后视镜啊 水箱护照里面的这个样式 也是F Sport专属 然后黑化的铝圈 等等 这个都是要凸显它一个比较运动化的一个风格 然后另外在前气霸的下方的两侧 也是透过这种黑化的这个设计 来创造它车头的一个比较运动化的一个风格 那在车侧的部分我刚刚讲黑化后视镜之外呢 与车身同色的一个轮拱 在车侧的部分呢要注意 我开了两三次还不习惯 它是搭载了一个全新的叫E-LATCH的一个电子式的门把 它在手伸进去里面你稍微摸一下 它有一个类似像触控的一个开关 好稍微压一下然后车门就可以打开 那它不支援像原本的那种传统是整个门把是可以往后拉的 现在不支援了好所以你要全部都要用按的 然后在车内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来做介绍 它一样是用稍微按一下好 另外在车尾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种贯穿式的尾灯 现在比较流行这样的一个尾灯造型 然后再来就是Lexus的这个五个英文字呢 摆到了车尾的正中间 好那再透过下面的一个比较运动化气霸的一个设计 也就是创造出了一个车尾蛮不错的一个运动风格 它后档它有染色玻璃 这个当然对夏天开车的时候 那个车内的温度隔热效果就是要好一点 另外就是如果你有带着钥匙 它当然有所谓的提杆尾门 而且电动的 OK那打开之后呢 当然就是椅背可以做六四分离的一个倾倒之外 两旁的空间它也尽量把它集大化 这边呢还有一个12V的点性 好那这边有个底板 打开之后呢 下面有些空间 那这个是遮阳板 这后档后箱的遮阳板 它是对折的 那很贴心的一个设计 就是对折之后 它就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收纳 因为有些人就可能要摆放物品 这个这张板或许就会占到一点空间 好那打开之后呢 前方弹还有一些抽屉 就是格子可以利用 这边还有一个一字旗子 那这个就是电瓶在这 那这个就是因为Plug-in 它所要支援的这个铝充 这个家用铝充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可能没办法 没办法在家里安装充电桩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铝充 但这个铝充充电速度稍微比较满 因为虽然450H Plus 它可以支援到最大220的电压 然后32A的一个电流 但是这个铝充呢 好注意看喔 来 它这个铝充它只支援110 这个我刚刚有问过了 它有110的电压 再加上12A的一个电流 所以110乘以12A 这个整个充电功率大概就 1.3千瓦小时 1.3千瓦你如果要充这颗电池 18.1千瓦 你大概可能就要充 13 14个小时以上 所以充电速度 可能稍微有点慢 那充电的方式呢很简单 车子的左边是加油孔 这边就是充电孔 那它是J1772的一个规格 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把这个打开 打开之后呢 基本上很简单插上去 就可以充电了 好那这一根呢 刚刚Bob哥有讲 他在那边 他有讲说 如果你可以去找到220 支援220 就算是12安培的一个电流 你220乘以12安培 大概有2.6到2.8千瓦 那你充电的速度 就会快一倍 2.8千瓦你用除以16的话 大概就是充大概7个小时左右 这感觉比较实用一点 那如果说你可以找到 这个220再加上32安培 当然是最快 大概可以充不到3个小时就薄了 就是这个给各位参考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全新第二代 NX的一个内装 这个它整个内装 当然有些网友看到照片 你会觉得说 那怎么线条怪怪的 因为它有一个 这种S的一个中空台的造型 但整体的设计概念呢 它是用一种叫Tazuna 的一个设计概念 就是说 让驾驶者可以在最简单 最简化 而且可以用很直觉的方式 来操作 就是整个驾驶座的这些功能 而且呢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一些 视觉上的干扰 那也减少这个手部 多余的手部动作 OK 这是他们想要强调的一个重点 好 那我先讲 因为我们今天是 顶规450H Plus的F Sport版本 所以搭载了这个很运动化 包覆性非常好的 这个两张跑车化座椅 而且它有电动腰靠 不过呢 在两旁这个包覆性呢 我们讲说这两块 基本上它是没有电动的 所以它等于是固定的 那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的身材算是中等 169公分 然后体重是大概73公斤 那以我这样的一个身形做进来 我真的认为这两侧 完全是为了我的身材在设计的 那意思是什么呢 当然如果说有一个稍微体型比较 稍微可能比较宽的车主 你要坐进来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挤 这个是我要表达的 另外呢 在整个腿部支撑 然后包含大腿的两侧 我觉得这边的设计 其实都非常不错 方向盘支援 四项电动的调整 你看可以上 可以下 这个我要特别强调 是因为其实很多人 有时候会不知道 那我想强调的这个就是因为 开车呢 很注重驾驶知识 你只要调对了 基本上就可以降低你的行驶疲劳度 后方有换挡拨片 然后呢 在方向盘的两侧都有很多的功能 而且它支援所谓的 这样子的一个触控方式 你要用摸的 你也可以用按的 有没有看到 用按的 因为它有一个大尺寸的 HUD台的显示器 所以当我这样子用滑的时候 你看呢 它就可以针对像这个四个点 你就可以去设定说 我这个按下去要什么功能 上面按下去要什么功能 都可以各自去设定 这个有空呢 各位可以去玩一下 好 另外呢 前方是7寸的全彩数位仪表 那里面呈现的资讯非常多 那再加上 因为我们今天是450H Plus 插电式的油电 所以呢 在除了原本的汽油 转速跟时速的资讯呈现之外 另外在电的部分 它也要告诉你 像最左边 它现在告诉你 就是现在 电池的这颗 18.1千瓦小时的离电池 它的电量的一个状态 那最上面是100% 但是它总共用8格 所以等于是4格50% 每一格约末是12.5%的这种概念 好 那中间这个萤幕呢 这边有个旋钮 这个是行车模式 按下去是Normal 那Normal的情况下 它就会告诉你 现在的一个电能的使用状态 你看有左下角是Charge 就是表示它正在回冲 那你如果用这个Eco模式的话 前方的仪表也会稍微不太一样 那你如果往右转就是到Sport 它就会变成是 有点红色带灰色的一个仪表板 那指针是红色的 全部都数位 也创造出了一个 比较热血的感觉 那你如果调整到Sport Plus的话呢 你看时速表是数字在正中间的上方 但是转速呢 它是类似像有点F1的概念 从左跑到右 那当到达红线区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直觉地说 当我一到红线区 我就可以换挡了 这一次第二代NX的中控上方的这个萤幕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亮点 中控台的按钮这边 也变少了 只剩下声音的大小声 按下去是萤幕的关机 然后这个是风量调整 左右呢 这两个小圆圈就是双区恒温空调 中间的这个萤幕呢 因为我们今天试驾是顶规 所以是搭载14寸 那有一些入门的车款呢 它也不小 它是搭载9.8寸 各位可以去玩玩看 从这个萤幕上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功能我要先讲 比如说像这个是通风椅 前座有通风 后座有加热 所以像通风对我来讲 因为像这种皮革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你要穿衣服 背后就会 对就会 如果有风吹的话 当然就是会比较凉爽一些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配备 那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萤幕 你看这个六个小白点 把这个白点按下去 就会是它的其他的功能 你可以自己去做选择 比如说我们从最左边开始讲起 这一次主安 你看这边有车道偏移 盲点侦测 停车辅助 停车防碰撞辅助等等 冷气 也可以在这边做操作 然后另外像这个HUD 可以开跟关 那模式跟呈现的资讯 有三种 一个是标准 一个是极简 一个是完整 完整就是提供你最多的资讯 也可以在这边去做操作 另外呢 在最右边 还有一页 这个是主安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设计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试驾很多车 他们都会把主安配备 藏在比如说第二层 甚至到第三层 那它放在第一层 让你在操作的时候 就会比较直觉 那我觉得相对比较安全 因为有些你常在第二层第三层的驾驶者 在开车的时候就要去找 OK 当然它也支援Apple CarPlay 那我自己是果粉 所以我就iPhone 我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Apple CarPlay出来了 那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看你是要用原厂的导航 它现在也有支援所谓的语音秘书 不过但没有像Siri这么好用 OK 各位可以去玩玩看 那比较习惯用什么Google Map Apple Map 你还是可以用这样的画面 而且这个14寸呈现出来的 整个感觉就非常棒 整个资讯就一目了然 好 空调呢 这边也是用触控的 风量的大小 在这边也是可以独立去做调整 这边呢有些置物空间 那重点是呢 这边有支援所谓的无线充电 而且这个无线充电板呢 它是可以藏进去的 看到 这样的这个设计其实蛮不错的 这边是看到是线传排档 就是不是以往的那种 那种排档方式 所以线传当然比较好 第一个可以缩小空间之外呢 第二个它多出来的空间 就可以做很多的利用 那像这边就有一些 比如说因为这个是插电式的油电 所以它有HV模式 有EV模式 EV就是纯电 那讲到这个纯电呢 我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基本上呢就是它的这一颗 18.1千瓦小时的离电池 在电力有超过20几%的时候 它尽可能就会让你纯电 来提供你的动力 那最高的时速可以到135公里 时速最高时速在你大脚油门怎么踩 它引擎都不会启动 那如果是选择HV的话 HV就是混合动力 混合动力呢 就是电脑自己去判断 那引擎启动的时间 当然也就变长了 那另外还有Auto Auto就是说让电脑自己控制 看是这时候要用引擎 还是用电脑自己判断 因为这个是插电式油电 所以你可以选择在家里 安装所谓的规格是JE772的充电规格 然后呢 这个我有个建议 那我先讲Lexus原厂有跟台湾的一间公司叫华晨 那华晨电机 它是有专门在帮人家安装所谓的家用充电桩 也会去帮你协助跟这个所谓的主委 跟广委会去沟通 那你可以跟他讲 跟华晨联络说 我是Lexus的车主 我要安排装充电桩 他们就会帮你提供这个服务 那费用的话呢 整个主机装到好是2万6000 那线呢就是要因地置疑 就是因为线要看拉多长 我的了解我自己的拉电 大概就是1米的话计算费用大概是550 所以你如果拉10米 就是5500 100米大概就是5500 我曾经拉过8万多块的 这是我电动车车主的一个心得 好那我想分享的就是说 这个拉电基本上呢 你不要贪小便宜 因为我看到像我有一些群组 他就会有些车主就会讲说 哎呦我可不可以找自己的 认识的水电师傅来帮我拉 不是不行 但是呢我会觉得安全上会有疑虑 因为你在充电的过程 基本上我觉得电是一个危险的东西 好用但是危险 因为它有可能对你施工品质不好 或者是说这个拉线的这个线 必须要多粗多宽 才不会造成overloading 然后有一些安全的考量 我觉得也而且重点是 这个施工跟电相关的东西 假设你是住在住宅区 你就有这个责任 要去避免发生这样的危险 所以比如说你要找有这个 这个电器什么 施工执照的技师 你要有这个执照 然后你还要去保产物保险 然后你还有施工计划书 跟你的住户去报告说明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 你要拉充电桩 必须要做的一些动作 千万不要省略 找随便施工 如果可以装的话 这什么找水电啊 然后没有执照啊也来帮你装 反正你想要挂在墙上可以冲就好错 这边也呼吁一下 OK 那我刚刚讲 如果是你装J1772 那我会建议你是可以拉到 220的一个伏特的电压 再加上32A的一个电流 那换算下来 这个这样的一个功率也是 450H Plus 可以支援的一个最大充电功率 所以你220乘以32A 差不多就是 UMO是一个小时可以充6.8度 那你如果用它的整个电池的容量 18.1度来换算的话呢 差不多就是充2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中间 就可以把这颗电池充饱 那隔天呢你就可以有存电 NEDC的测出来是82WLTP UMO是65 你就有存电65公里可以行驶 那你如果用到上下班1到5的话呢 几乎就是不用用到一滴油 你就可以满足你1到5的一个通勤代步 好那在主动安全配备部分呢 也是这一次大改款的一个重点 那从LSS Plus 2.0升级到了3.0 DRCC的一个全速域的自动更新车 这是有的 但是有透过镜头的啊 然后雷达的升级 让它的侦测可以更精准 然后另外呢 还有自行车的一个辨识 还有包含入口的车流 这个很重要 在入口的时候 它可以辨识对象来车 当有发生碰撞危险的时候 它就会主动介入这个所谓的刹车动作 那另外像这个包含左转跟右转的时候 它也会同步的支援有横向的车流 也会辨识哦 这个是LSS Plus 3.0的一个提升的功能 另外BSA紧急闪避转向辅助 还有一个叫 还有一个哦 我很喜欢就是SEA的安全离坐 辅助含车门开启控制 这个是什么呢 当你熄火之后 三分钟内 它会自动侦测 透过左右的BSM的这个盲点 去侦测 左右后方的脚踏车 摩托车跟汽车 只要它的时速超过8公里 有碰撞 当你开门的时候 有碰撞危险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车门锁住 不让你开门 而且四个门都会 那另外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Advanced的这个Advanced Park 自动停车辅助 这个是350H旗舰的一个专属 RSA的速率限制的一个辨识 当它侦测到右边 比如说这边 这个路段限速60 80 100 它就会同步显示在你的萤幕上 告诉你这个路段的限速是多少 包含像360度环节 所以这次的主板我觉得算是非常非常的齐备 也相当的 就是让你开车的时候也会更安全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座 因为它这次后座的轴距也有一并的升级 就是所谓的拉长 我刚刚讲来到2690 我们来看一下西部空间 我的身高169 然后前方已经是我的标准的坐姿 所以后座看起来大概有两个拳头 再加一个指头左右 这是OK的 头部空间呢 它这边有稍微再往上凹了一下 所以就说让头部空间表现比较好 大概也有一个拳头再加一个指头 所以做起来是很不错的 那座椅的舒适性 当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过如果可以前后移动的话 当然更好 上面有个天窗 这个当然增加了一些通透感 这边呢 后座有冷气出风口之外 这还有电热椅 那有三段的热度可以调整 左右都可以独立调 下方呢 有12V的点烟器 再加上两个Type-C 哦 讚哦 Type-C充电比较快 凸起的裹领 稍微 大概就是5公分 也不是太高 所以坐在中间的话 其实舒适性 也还行啦 不过这边呢 稍微有一点硬 后座一样是用这种触控式 然后轻按的 这种开启车门的方式 你看哦 就这样拇指 有没有这样推一下 有没有按一下 第一下是解锁 第二下 就打开 我是分解动作 但其实一次性的话是不用 你看 有没有按一下 往外推就好 那如果 车子没电 人又很不小心的 卡在车内的话 你要怎么解锁呢 这一根 我刚刚讲是 正常开门的话 是用按的 如果是车子没电 解不了锁 你就用拉的 拉两次 一样可以把这个门开启 好了这一段呢 我们特别邀请钟姨呢 来干嘛 我来帮我们选一下 因为呢前几天 张文琦的妈妈打给我 她说 因为她对这部车很有兴趣 然后她就问我说 你到时候帮我试一下涡轮 然后那个油电 跟我们今天这个插电式油电 我说阿布你很有研究 她说对对对 这个三个引擎到底哪个比较好 我先问一下阿布 你要300匹以上吗 如果你要300匹以上 没有悬念 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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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其实我有问她 我说那我如果不考虑架格 阿布你最喜欢什么 我不是叫阿布 讲阿布快快快 阿姨 我叫阿姨 我说阿姨 你目前你最想要哪个 她竟然跟我讲什么 你知道吗 她说我最想要涡轮 所以我说张文琦的妈妈 好像蛮热血 我觉得如果你就是想要 走热血路线的 选涡轮充分可以 但如果假设 我以女性的观点来看 对 如果你是想要有 大面积的全景天窗 然后呢 当然天头我们一定要 对吧 然后 加上你要自动停车 如果你要的话 那你就选350H旗舰 好 那你女生来讲 你觉得这个是最 最适合女生吗 我们讲 我觉得很多的女生 她也未必会用到 但是她一听到 有自动停车 她好像心里有一颗 定心碗放在那 的确是会有的 所以我觉得350 油电的旗舰版 她在上面有一些舒适 或者是辅助配备 算不错 对 差异就是在这些地方 还有就是包括 你那个电动腰靠 你是要四项 还是要二项 就是因为350H的旗舰 它有四项 是 对不对 如果是我 如果是你 在今天试驾过后 我应该会选她 真的吗 因为它价格 大概差二十多万 但是因为包括第一 它有F Sport 是 就是外观啊 内装啊 都不一样 椅子也不一样 天窗虽然我也想要大面积 可是因为我想要体验一下 用电的感觉 就是我自己 有比较多的涡轮车了 所以我会想说 那是不是要像 未来世代 来迈进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还有我们刚刚沿路啊 如果你是会满载的 有的话 也参考一下 因为它这支 其实整个尺码上 变大 所以后面 我们刚刚载了三个男生 他们都觉得还不错 好 那阿姨有没有听到 就是综艺的选择 有空还是去试看看 因为毕竟 试驾这种东西是 每个人标准都不太一样 好不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邀请综艺 跟我们一起上路试驾 然后分享一下 它实际的心得 好 走 好的 我们现在上路呢 跟综艺来试驾一下 以现在NX5款的引擎配置 老实说我个人 真的是最喜欢所谓的插电式 那插电式 但你也可以不要选择 App Sport版本 你也可以选择 就是豪华 豪华版本 但是对我来讲 因为我比较喜欢悬吊 是可以有舒适跟运动化的表现 因为这个可以满足我家人 因为通常我的家人都比较喜欢舒适 那我个人稍微比较喜欢硬朗一点 所以这个可变阻尼的悬吊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这也推荐给大家 然后全新的GAK的底盘 扎实度 我觉得表现是非常好的 其实开起来就很接近欧系底盘 这种Q度 然后整体底盘会给你的感觉 我觉得你开起来是很有信心的 我觉得不会觉得好像有 我是不然啪啪的 对 所以像这个 特别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我觉得确实带给你的信心度是非常好的 如果我自己选的话 老实说我可能会 就是大腿捏一下 然后挤上去 挤上去 对 450H Plus 然后解决了我里程焦虑 开电动车的里程焦虑 重点是它可以给我纯电行驶的感受 是不是超赞 很好 对我们要不要换中椅来试驾一下 当然 我们今天在外面又开了山路 对 然后又找到产业道路 也有那种比较颠簸的路面 没错 然后呢 因为又下雨 说真的为了要找到好的拍摄 我们有一点伤脑筋 真的 所以今天是比较容易感到疲累的 或者是有时候你遇到阴雨天啊 你有感觉心情这样 对 对 然后开车的时候 人有时候会不自觉的烦闷起来 没错 但是 因为它有这个LSS 3.0 而且是LSS Plus 3.0 3.0 对 所以你知道它上了高速公路之后 我现在前方有抬头显示器 然后呢 画面非常的清楚 而且够大 对 我会看不到 这样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你可以发现说 你现在靠它自己自动跟车 它呢 不但可以辨识这个标线哦 而且它可以辨识连续的物体 或连续的围栏 对 甚至于高速公路上常常有什么 大车 大车 你知道靠大车 如果你一直车道之中 它突然逼近的时候 你也 会有点怕 这个时候 如果是你开车 你会想要干嘛 稍微离它远一点 离它远一点 它可以哦 它是可以辨识 然后它的那个车道之中 在那个时候 它侦测到这个大的物体的时候 它会偏一下下 然后 再回来 是不是很聪明 你看我旁边突然有大车 它刚忙一点也想了 然后车子 它其实会稍微的 有这个辨识功能 对 我觉得蛮好的 而且它还会告诉你 现在这个路段限速多少 是 这个功能就可以让你 接不到发胆 像女生啊 是上车的时候 刚刚中尹也有聊到就是 它的车门设计是有包覆到B柱的 外面啊 看我们车子的外观就脏嘛 因为下了一整天的雨 但是因为它车门有包覆 所以它脏它的 你干净你的 对 我觉得这个很好感 这个张妈妈 我觉得你也会喜欢 就张妈妈 因为有在问涡轮车 所以我觉得张妈妈 应该开车也是属于那种 你知道吗 比较有个性 我又有点个性热血一点 对 比较有个性 309P的油电混合 插电式油电混合 我觉得很可爱 真的 F Sport应该大家会喜欢吧 对啊 光项盘上还有个F Sport的名牌 我觉得 对 感觉就更特别一点 而且底盘很扎实 对 对不对 终于开起来应该觉得是路感非常好 而且很安静 对 对 很安静 这个也是我喜欢的地方 对 隔音啊 除了引擎室啊 包含像那个车底盘 从路面传来的噪音其实都抑制得非常不错 对 对啊 可以张妈妈参考 对啊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跟终于四驾到这边 我们要去台转转车了 下次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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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